香港樓宇买买活躍 因为很多自业的人士 都明白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 所以大家都会想尽方法 如何保障自己未来的生活 透过自己住的楼升值 作为投资的一部分 人们就会常常问 层楼到底是否自主 本金多的 就可以分开自住和投资 本金不多的 那就是自住和投资一半一半 又或者作为将来小楼换大楼的用途 几乎每个想买楼的人都会这样回答你 所以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就可以融纳到这么多地产代理 楼宇买卖活躍 除了促成发展商 地产代理行业 另一个大赚的业务 还有银行的楼宇按揭业务 这个业务也是本地银行收益主要来源之一 狠狠地每单贷款都赶紧几百万 而且还要是业主紧张过你 怕死不记得每个月去交公款 还会时刻留意住楼价的升跌 这个也是想买楼的人会做的 因为层楼占了的大部分 甚至乎是成世人的大部分资产 所以银行乐意欠做楼宇按揭一哥 这个也解释了 当楼市或者客户还款不稳定 银行也不会立刻借钱给你去买楼 而他们减得价去欠你这个客 也反映了他们对楼市后市 或者客户还款的能力 但是现在不健康的地方是 楼市需求被政府政策压下来 而银行成本又被政府政策提高了 但是银行为了保持营运 人增加盈利又无法不减少毛利去增加生意 同时要保障自己就唯有层出不狂 市场被扭曲 大家对未来怎去保障自己的生活 就唯有各思各法 但是说到尾 无论是自己或政府 都必须为自己所作的负上责任 以及承担是苦是甜的后果 网 1 网 3 网3 网etzung 网3 网3 网5 网3 网6